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芬的时候 看着太阳下山 最近我们时常有跟这个团体 社团一直在做这个促销 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 最近我们这几个月 我们拉很多学生 很多校长 很多老师来品尝我们的美食 也看看我们的环境 我们特别给它有味 在这么高的地方 你品尝到这个滴滴道道的一些马来产 用榴莲来煮的一个八丁鱼 叫做Tunpoya 还有一些 我们煮的是一些Asambadas 还有我们煮一些黑的Samba 只有彭亨州有做的 我们还有煮一些榴莲的甜点 像粥这样的 不腻 这个我们都会每一个业会促销 这些很特别的东西 阿拉哥业 丁加鲁业 芝兰丹业 还有彭亨州业 特地去找那个州里面的一些很传统的 滴滴道道的那个美食 把它带进来 让客人饮一次的 目前来讲我们的游客是占了60% 做游客的生意 它季节性的 7月份是什么 是中国跟台湾客 到了8月份的时候是什么 是这个中东客 然后这个到了10月份 又是中国客了 因为双十节那方面的 它就来了 当然到了年底的时候 10月开始 这样开始有很多这个西欧 北欧 到了这个Christmas Day的时候 New Eve的时候 特别多苏联人 因为那边太别冷了 特别冷的时候 他们就来避寒了 有次从中午餐的时间 是十一点半到三点 当然我们中间是有分两段 当然这个中午茶的时候 从三点到五点 然后我们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到了六点半 又开始做这个晚餐 六点半到九点 是一个一个段 然后九点 开始又做到十一点半一个段 Restation是避免 disappointment 因为有时候 开始来到的时候 刚好碰到很多游客 有时是这样的 有时是中国游客 他会包听的 那天你就没办法了 我们在高峰看着Drumball的时候 你是真正感觉到不一样 你看到你自己的国家 原来的发展的成长 给你一种那种的一些骄傲 我看着这整个的几年的成长 马来西亚真正的一个 一个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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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亚真正的行为 我们在平坡,我们在平坡,我们在平坡,我们在平坡玩上